货任飞机缓缓降落 空运市场近期呈现一昌难求 运价也再度冲高 亚洲到欧洲空运报价 从每公斤308元调涨到364元 而到美国东西岸航线价格 则来到每公斤台币390元 日量11月将再度调涨 年底欧美即将要过年 圣诞节忘记 那可以看到一些电子产品 如果出货不及的话 就会采取用货运这样的方式 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 到欧洲以及到美国的 这个航空的运价 也涨了大概18%左右的幅度 随着未来解封 那客运的部分 如果可以再回复到 过去的这个正常水准的话 那航空公司股价 也会有这样利多支持 因应欧美耶旦节购物技需求 空运涌现出货潮 航空双雄华航长荣 第四季货运营收 渴望再创新高 利贫单计转亏为盈 那以华航来讲 它的货运比重 大概是占七成 那长榮航占五成五左右 可是在七月到十月这段期间 两间这个航空股 那股价是整理大概四个月左右的状况 那可以看到其实近期呢 股价开始有点这样发动的状况 在今年下半年 尤其是Q4 是航空股的旺季 那我觉得在这段期间 其实做一个中长性的布局化 是还蛮适合的 法人分析国内货缆业者中 包括中飞航 远雄航 台华及台空等 同样表现可奇 随着全球航空货运市场需求热络 也成为支撑航空业者 营收成长的新动能 三星云杨超成林某山 台北报导